陳健鋒近年都專注內地工作 少了在香港出席活動 不過這天他就現身本地的 錄影廠拍攝節目 誰這麼有份量請到Samuel呢 豈不是主持喬宏太太喬媽小金子 喬媽雖然已經滿頭白髮 但一樣精神奕奕 他跟陳健鋒年紀相差一大節 但原來彼此也很有淵源 其實我跟喬媽有很多淵源 但是從來都 基本上是很少見 我印象中只見過一次 因為我之前有拍過一套電影 叫做天地下宜 當時拍和宣傳的時候就有見過 但是淵源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我跟他是同一個 教會 回教會的教會 當然他是很久以前的長輩 以前經常都在教會聽到 一些長輩有提到他的名字 喬宏 和爹媽媽也有提過 也知道他是一個很和我和親的長輩 Samuel在內地拍劇 經已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作品超過二十部 難得他一樣非常好學 工作之餘還進修神學 兼顧兩者又會不會很辛苦呢 初初我覺得是的 因為我覺得 因為初初我開學的時候 就只在香港 我覺得那些時間好像 經常都不夠用 因為每個星期要看 差不多一百頁書 然後又要寫三、四份 課程 其實量都挺多的 後來我發現原來 上班的時候 我可以更加專心 因為我知道我的期限要交 變成我休息的時候 我坐下來 我就不可以睡覺 我不可以做其他事情 不可以吃零食 不可以到處走 我就一定要開始做功課 變成可以很專心地做 因為我知道我放工 回去準備明天的稿 變成我的時間上 分配和安排 會比較緊密一點 Samuel又表示 接下來都想外遊放假 計劃中去南非或南美 似乎他對非主流的景點 較為有興趣